印度主办的20国集团分会 即将掀开序幕之际 中国自然资源部 星期一配合全国会测法宣传日 以规范使用地图 一点都不能错的主题 发布了2023年版标准地图 将集聚主权争议的水域 包括了我国的沙巴 和沙粮月附近的大部分水域 圈化成了中国水域的一部分 随即在国际社会 引起了轩然大波 从中国释出的最新版 标准地图可见 中国使用紫色线条 圈化属于中国自称的领土区域 不过中国的地图 也纳入了争议地区 包括了台湾 南海诸岛 以及印度和中国 存有争议的阿鲁纳查省 和阿克塞清地区 就连我国靠近沙巴和沙粮月 的专属经济区 汶来 菲律宾 印尼和越南海域 也被划分进了中国的区域内 有观察人士认为 中国的这一番举动 是在反对印度主办的 20国集团分会 20国分会将在 9月9号和10号举行 到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预料将会出席 相信中印两国 在分会上的气氛 会变得更僵了 植物词